大家好 我们养食湖南的过程中啊 可能有的话也会发现你的食湖南的叶片变黄了 那么叶片变黄呢 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比如是光照太强导致的 或者是呢 频繁浇水 水太多积水导致了叶片变黄 还有一种原因的话呢 就可能是感染了这个病害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区分这个叶片变黄 距离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们应该如何分辨出来了 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浇水过多导致叶片变黄的话 那么叶片的话就是慢慢变黄的 而且呢 它会像一个水黄水黄一样 再加上呢 这个叶片上呢 它是完全没有什么斑点啊 黑色斑点 褐色斑点都是完全没有的 那么这有可能是浇水过多导致的叶片变黄 但是如果是光照太强导致的叶片变黄的话呢 它的这个叶片上面呢 会有一些黑色或者是褐色的斑块 那么这有可能呢 就是因为光照太强导致的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一定要及时的啊 给它进行这个遮阴处理 不能够放在强光底下暴晒 要不然的话叶片会晒 成一些晒黄晒斑 甚至是啊 晒枯萎 那么第三个原因的话呢 就是这个病害导致的 特别是像现在夏季呢 特别容易支撑一些病害 病害对时回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那么怎么判断它是因为这个病害导致的这个叶片发黄呢 那么其实它和光照太强啊 是有一定关联的 它和它的这个症状呢 是比较像的 但是如果是光照太强晒的话呢 这个斑点它不会扩大 那么如果是啊 病害导致的这个叶片发黄上面有斑点的话 这个斑点呢 它会慢慢的慢慢的继续扩大 那么这就说明了是病害导致的 那么我们就要及时进行杀菌处理 平时养护过程中呢 一定要定期给它喷洒这些杀菌药 基本上呢 15天左右就要给它喷洒一次 特别像现在夏季一定不能够疏忽 那么我们这样子就能够很容易的分辨出你的这个石壶呢 叶片变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那么我们再根据它这个原因呢 来及时处理就可以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